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一个很惹味的菜式 就是粉丝虾煲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松虾半斤、粉丝一扎、葱两条、蒜头两粒 还有一个调味料就是沙爹酱一汤匙 蚝油、生抽和糖一茶匙 材料就是这么多 今天我用了海虾 其实用什么虾都没所谓 我试过用超级市场的急冻虎虾煮 都很好吃 让我先处理材料 材料我已经处理好了 虾洗净 去掉头的尖刀和脚和酥 去掉虾腸 洗净抹干水 放3分1茶匙幼盐 醃一下 给底味 现在煮粉丝 用小锅 粉丝浸软了后很长 把它剪短一点 方便一会更容易吃 烧热小锅 粉丝虾煲 用小锅 烧热小锅 1茶匙油 蒜蓉 刚才那两粒蒜头 剁成蒜蓉 爆香蒜蓉 沙啡酱 爆香 爆至有点香味 加入2碗热水 烧热水 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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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生抽 蚝油 糖 等调味料 煮起来 加入粉丝 加入粉丝 关火 放在一旁 煮一下 虾 煮之前 用1茶匙粟粉 拌一拌 拌一拌 煎起来 就比较脆 一些 烧热锅 用中火 烧热后 加入2汤匙油 加入虾煎 煎 2边 大约煎1分钟 每边煎1分钟 煎至 转色 就可以 放上粉丝 面头 再烤一烤 就可以了 好了 细色 反转 反转 反转之后 散少许酒 大约半茶匙 倒入烤 煎至金黄色 就可以拌起来 烤焖 烤虾 把粉丝煮回 刚才粉丝放进去就关火 让它吸收汁 现在差不多吸收了很多汁 把虾放在表面 煮至收干水 因为虾煎了两边金黄色 还未熟透 这个时候烤熟 盖上盖子 大概煮3-4分钟 用小火 已经煮了3-4分钟 这个很惹味的粉丝虾煮 已经煮好了 加入葱 做装饰 可以关火 沙爹酱又甜甜的 辣辣的 真的很香口 很好吃 粉丝也吸收汁 不妨试试这个菜